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下窗外 阳光普照 摸下下巴 人还在 不是在发梦 也不是幻想 我仍然在真实的香港 但是 刚才明明核爆 没错 你没听错 香港真的是核爆 大家应该还记得 2019年黑暴一句街之航文的说话 核爆都不割席 但是 今日 新闻日日都有大佬小佬割席的消息 最新一质就是超级大佬何俊仁 他宣布即日起辞任支联会 华人民主书院 维权律师关注组等等的所有职务 并且退出以上组织 连大佬都弃善 看来真是核爆 继教协倒闭 612基金收档 支联会月底表决解散 连支援在囚人士的组织石长花都要盖棋 大佬一个个 拉的拉 走的走 躲的躲 躲的躲 目前港台主持吴志森在YouTube节目中自爆 他说自己几个月前已飞到英国 呼吸自由空气地说 注意 他的离开在几个月前 还有他的拍档曾志豪 亦都在几个月前移民了去台湾 为什么会是几个月前呢? 当日举自知黄旗鼓动大佬施杀的人 为什么不是在大撤退里面殿后 而是早有预谋地在几个月前就逃之夭夭呢? 是黑暴有份迫火的著名导演张坚庭 近日就传出视频 原来他都去了英国 还向逃到比邦的手足发表演说 他声称已经有9万人去了英国 将来会陆续有离 所以要教大家几点注意事项 第一 香港人在英国的经济内循环很蓬勃 即是说放心 找到食的 第二 忘记过去 在英国好好地生活 什么低下工都要做 西方人的观念是很平等 不会有高上和低下工作之分 越辛苦的工就越找到钱 第三 登记做选民 集合力量选一个香港人的代表出来 第四 回家和小孩说 你是英国人 不过 为了增强他们的竞争力 一定要教他们讲广东话 能够写中文就更好 这样 十年之后 中文又得 英文又得 在全世界都会有竞争力 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了 识中文就会找到食 听到这里 会不会有些骗案的feel 每一点都泛薄 每一项都不合逻辑 而当中最精神分裂的就是 原来张坚庭都见信 中国会越来越强大 识中文才会找到食 那 他们逃去英国干什么 他们不是要推倒中国吗 他们不是相信中国会崩溃吗 他们逃难的目的 不是为了争取崇高的民主人权理想国吗 为什么忽然之间 一切只是为了 搵食 听得多谎言 会变得聪明 遇得多骗子 就会醒目 2019年被人骗了一次 2021年 还会上当吗 当一个声称为大家争民主的教协 用132票就决定了9万多会员的命运 决定拉习分钱 这样的民主 这样的政治骗局 还不清晰吗 要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 时间是最好的显微镜 暴动两年之后 人 鬼 魔兽都一一现形了